8月4号星期五 欢迎你收看 FX68财经集团为你呈现的 一周财经大小事 我是芷盈 经济学人智库就指出 全球经济活动出现放缓 对大多数亚洲经济体 都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虽然中国凭借着各种优势 依然可以保持全球最大出口国的地位 不过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都警告 发达国家去风险的努力 影响不可以低估 还强调最坏的情况尚未到来 而主要出口电子产品的台湾和韩国 而与整个行业需求放缓 也对这两个地区伤害最大 先来看中国 6月份出口出现了 自2020年初以来的最大降幅 同比下降了12.4% 而台湾更严重 暴跌了23.4% 为连续第10个月下滑 也是近14年来的最大跌幅 而对于占了中国出口总额 四分之一的美国和欧盟来说 由于去年年底以来 西方经济放缓和通胀上升的意志 同时降低了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除了俄罗斯 中国大多数贸易伙伴的出口都是有所下滑 虽然说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了91% 不过俄罗斯在中国出口总额当中 也只是占了3.4%的份额 至于韩国出口也已经连续9个月下降 6月同比下降了6% 越南的出口也连续第4个月下降 降幅为10.25% 那进一步来说 由于中国贸易篮子的多样性 因此出口活动的弹性还是稍强一些 不过当考虑到美国和欧盟的需求 逐渐减弱的迹象 就连中国也难以避免整体市场的低迷 那更别说是其他亚洲出口国了 那不过在疫情期间 受到居家用品和医疗产品需求的推动 中国对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地区的出口 总体上还是强劲的 那当时根据弹性的制造业复苏的脚步还是比较快 让中国在出口增长方面的表现 都是远超世界其他地区 但关键还是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依然盖过了疫情期间的反弹 随着美国政府开始鼓励厂家回流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 已经呈现了难以逆转的下滑趋势 那过去从中国大量进口的产品 美国也改由从墨西哥和越南进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中国在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7年21.58%的峰值降到了2022年的16.53% 那这个趋势在仿制品和服装领域当中最为明显 数据显示今年头4个月美国进口的仿制品和服装当中有20.9%来自于中国 不过这个数据比2022年下降了大约4个百分点 甚至降到了近10年前总量的一半 不知美国 学者还指出欧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公司去风险化运动也积极展开 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不应该被低估 甚至还警告恐怕最糟糕的还在后头 那这段时间中国也积极开拓出口多样化 努力让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加 部分抵消了西方需求疲软所带来的动力损失 中国商务部表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贸易都有所增长 幅度从5%到10%都有 而这种转变也反映了全球供应链调整的持续趋势 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墨西哥和东盟等国的重要中间供应商 经济学人指出 贸易多元化导致不同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 但这并不一定会消除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因为中国依然是这些地区供应链不可或缺的地方 尤其考量到中国对墨西哥和东盟地区这些国家的出口越来越强劲 这些国家在美国进口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高 换言之这对中国出口也带来了一定的助力 那很多企业也意识到要摆脱这种中国竞争非常激烈的生产和物流生态系统实际上非常困难 那其他亚洲国家的政府也很难完全复制中国工业园区的规范和复杂程度 虽然说凭借着中国的各项优势依然可以保持全球最大出口国的地位 但是学者也警告 还是有理由担心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都在削弱中国竞争力 那专家还发现随着消费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趋势 也因此导致了市场需求的调整 那不知道你对今天的分析有什么看法 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处留下你的见解 让我们一起交流讨论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想获得更详细的资讯 大家可以下载FX68财经app 阅读更多深入解析文章 当然今天视频内容所参考的文章 链接也会并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 订阅并且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东西市场先机 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见